若望一书第五章 凡信耶稣为墨西亚的 是由天主所生的 凡爱生他之父的 也必爱那由他所生的 几时我们爱天主 又遵行他的诫命 由此知道 我们真爱天主的子女 原来爱天主 就是遵行他的诫命 而他的诫命并不沉重 因为凡是由天主所生的 必得胜世界 得胜世界的胜利武器 就是我们的信德 谁是得胜世界的呢 不是那信耶稣为天主子的人吗 这位就是经过水及血 而来的耶稣基督 他不但以水 而且也是以水及血而来的 并且由圣神作证 因为圣神是真理 原来作证的有三个 就是圣神 水及血 而这三个是一致的 人的证据 我们既然接受 但天主的证据更大 因为天主的证据 就是他为自己的子作证 那信天主子的 在自己内就怀有这证据 那不信天主的 就是以天主为撒谎者 因为他不信天主 为自己的子所作的证 这证据就是天主将永远的生命 赐给了我们 而这生命是在自己的子内 那有子的就有生命 那没有天主子的就没有生命 我给你们这些信天主子名字的人 写了这些事 是为叫你们知道 你们已获有永远的生命 我们对天主所怀的一世之心就是 如果我们按他的旨意求什么 他必俯听我们 我们既然知道 我们不拘向他祈求什么 他会俯听我们 我们也知道 向他所祈求的必要得到 谁若看见自己的弟兄 犯了不至于死的罪 就应当祈求 天主必赏赐他生命 这是为那些犯不至于死的罪人而说的 然而有的罪 却是至于死的罪 为这样的罪 我不说要人祈求 任何的不义都是罪过 但也有不至于死的罪过 我们知道 凡有天主生的 就不犯罪过 而且有天主生的那一位 必保全他 那恶者不能侵犯他 我们知道 我们属于天主 而全世界 却屈服于恶者 我们也知道 天主子来了 赐给了我们理智 叫我们认识那真实者 我们确实是在那真实者内 即在他的子 耶稣基督内 他即是真实的天主 和永远的生命 孩子们 你们要谨慎 远避偶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镅静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